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3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妄为读报》,我是Cherry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9月30日签署正式文件 宣布接受四个举行公投的乌克兰地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布视频宣布 已经签署加速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申请 并表示,在普京执政期间,乌克兰不会与俄罗斯进行谈判 美欧方面则表示,永远都不会承认俄罗斯的吞并行为 并将与盟友一起对俄进行新的制裁 综合报道,俄罗斯当地时间30日下午30举行仪式 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签署条约 正式启动吞并被俄军部分占领的乌克兰四周领土的程序 普京此举不仅从根本上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如无误 而且将已经历时7个月的侵略战争大幅升级 使这场侵略战争进入一个前景难以预测的全新阶段 普京还威胁说,莫斯科将动用拥有的一切手段 来保卫被最新兼并的领土 作为一切手段被视为对潜在对手发出的动用核武的威胁 普京呼吁乌克兰坐下来与俄罗斯举行和平谈判 但是拒绝谈论将四周新吞并领土归还乌克兰的问题 乌克兰和西方第一时间对此回应 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随后发表视频讲话 宣布签署加速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申请 他同时表示,只要普京是俄罗斯联邦的总统 乌克兰就不会与俄罗斯进行谈判 乌克兰将与新总统进行谈判 泽列斯基宣布,乌克兰正在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签署加速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申请 泽列斯基指出,事实上乌克兰已经完成了通往北约的道路 已经证明了乌克兰与北约标准的互通性 这对乌克兰来说已经是现实 不论在战场上还是在两者互动的所有方面都是已经现实 泽列斯基还谴责俄罗斯组织了这一场企图吞并的道具 试图偷走不属于他的东西 想用谋杀、酷刑、讹诈和谎言来改写历史重划边界 美国30日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 拜登发表声明说 美国要让俄罗斯立即付出严重的代价 白宫同时宣布七大工业国集团支持各盟邦也赞成 让支持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的任何国家付出代价 声明说 美国谴责俄罗斯惊天并吞乌克兰主权领土的虚假企图 美国将永远尊重乌克兰获得国际承认的边界 我们将加强乌克兰的军力和外交实力 包括美国本周宣布提供的11亿美元额外安全援助 来继续支持乌克兰收获领土的努力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 美国明确否决俄罗斯改变国际所承认乌克兰边界的虚假企图 为此 美国以及盟邦和伙伴正要让俄罗斯立即付出严重代价 据报道 美国的最新制裁对象包括大批俄罗斯国会议员 政府官员与其家人以及被俄军供应军备物资的业者 包括国际供应商 欧盟也强烈谴责俄罗斯并吞占领区 称永远不会承认非法公投 并将加强制裁 以对莫斯科施压 路透社报道 欧盟理事会代表27个欧盟成员国发表声明表示 俄罗斯蓄意破坏国际秩序 把全球安全置于险境 声明指出 欧盟不承认也永远不会承认 俄罗斯为了进一步侵犯乌克兰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性 而策划的非法公投 以及伪造的非法公投结果 9月30日 中共当局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最高规格的 向英雄纪念碑献花仪式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率中共六常委和众官员出席 仪式历时约20分钟 值得注意的是 现场所有出席仪式的人员均没有戴口罩 这在新冠疫情爆发三年来上述首次 有分析指出 这或许开启了疫情爆发三年多以来的新常态 据中共官媒报道 9月30日上午 习近平等中共官员同各界大表一起 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栏 视频显示 习近平率中共常委在天安门广场出场列队表演 原本常委们站在一排 习近平先出列慢慢往前走 走出三四米后 在其两侧的李克强和栗战书开始往前走 成为金字塔队型的第二排 第二排走出几米后 汪洋和王沪宁开走 成为金字塔队型的第三排 后面是赵乐际和韩正 成为金字塔队型的最后一排 有分析认为 排出的金字塔队型可能再向外界展示 习近平已经确立为中共的核心 且是独一无二的领导 统领所有的其他常委 以及所有的其他官员 最值得关注的是 视频显示 当天所有参加仪式的人都没有戴口罩 而就在三天前 在习近平隐身十天后第一次露面 率中共其他常委参观奋景新时代展览时 所有的人员当时都戴着口罩 因此这或许开启了防疫疫情防控的新常态 户外活动不用戴口罩 此外 为了迎接中共二十大召开 天安门及周边地铁站30日起关闭 天安门两侧马路封闭 公交线路改道行驶 当地的维权人士受到贴身监控 有异议人士接到通知 最迟10月8日必须离开北京 自由亚洲援引北京维权人士 也禁环透露 他接到当地公安的通知 这段敏感时期 出行必须由警察看管接送 有北京维权人士表示 当地派出所告知他们 维稳管制期从10月8日到26日截止 警察将他们软禁 或带到北京郊区或外省旅游 居住在北京的王霞表示 北京现在可紧张了 在北京下火车出站 下公交车 一个一个要查身份证 重点查上访的 威权的 在他们眼中 感觉有危害的都抓 这是折腾老百姓 整个北京现在成了大监狱 我们新一期的时光故事节目 已经播出了 这一期我们说的是 在20多年前 发生在欧洲著名的 博浪风上的一场悲剧 一辆大卡车 在长达11公里的隧道起火 隧道瞬间变成炼狱 车辆不能进退 1000度的高峰 轰烤了整个隧道 长达53小时 39人在这场悲剧中 不幸遇难 这期视频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中共的证券监管机构 通知在中国经营的 投资银行 在10月16日举行的 中共20大之前 避免发表 政治敏感的研究报告 此举被认为 是中共在20大前 风声鹤唳 加强管控的又一迹象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引述之前是透露 中共证监会最近 向多家证券经纪商 发出咨询 包括高盛局团和 摩根大通等 大型国际银行的中国部门 被告知 暂时不要对 政治敏感的话题 发表评论 中共证监会发布的信息 已经在一些银行内部传播 摩根大通私人银行 最近的研究报告 分析了一些话题 包括最近的中美审计协议 和中国低迷的住房市场面临的挑战 其中一份研究报告 探讨了在中国发生的 抵制房贷运动 是否会像滚雪球一样 变成中国的雷迈时刻 报道指出 在过去几年 中共的证券监管机构 在重要的国家政治事件之前 也向银行 券商和资产管理公司 发出了类似的警告信息 此类非正式指示 或备忘录 通常只在防止政治事件 发生前的市场混乱 或负面消息 几年以来 中国股市大幅下跌 本周又回到了三月份的低点 沪深300指数 今年迄今已下跌23% 与此同时 28日离岸人民币跌破1美元 对人民币7.2元关口 这是中国十年前推出 单独的境外人民币交易系统 以来的首次 除了中共的清零政策 重创投资者信心外 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也抑制了投资者 购买中国资产的兴趣 并导致数月来外国资本从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债券流出 中共外汇监管机构点名 并谴责了史家协助非法资本外流的银行 并扬言要打击虚假外汇交易 分析认为这是当局稳定人民币贬值的最新举动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莫斯最新表示 现在全球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风险 就像是金融危机爆发前2007年的夏天 萨莫斯也提到英国目前的困境 只是潜在崩溃的一个例子 彭博社报道 萨莫斯在受访时表示 目前正在经历一段风险升高的时期 就像是人们在2007年8月开始变得焦虑一样 萨莫斯认为现在正是增加焦虑的时刻 2007年夏天 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首次出现了压力迹象 最终在隔年演变成了经济大萧条以来 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萨莫斯认为除了英国 目前还没有看到其他市场出现混乱的迹象 但出现极端波动时 这些情况更有可能出现 脆弱现况背后的动能 包括巨大的杠杆 经济政策前景的不确定性 潜在的高通膨率 大宗商品的波动 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及中国有关的地研政治紧张局势 英国日前宣布大规模的减税计划 引发各界批评加剧市场动荡 萨莫斯提到 虽然英国央行对债券市场的干预 暂时稳定了局势 但这可能不会持续下去 当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大国 正在经历这样的事情时 可能会产生超出预期的后果 如果看到更多地区出现这样的情况 也不会感到意外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